一枚又一枚的炮弹不断打过来 位于乌克兰东南部 扎坡罗热核电厂的监视器 拍下俄军猛烈炮轰的画面 造成核电厂附近五层楼高的训练大楼陷入火海 俄军更已经在4号占领这座欧洲最大的核电厂 一度传出核电厂附近的辐射值升高 引发对核安事故的担忧 索性国际能源组织稍后表示 没有侦测到辐射外泄 国际运能总署书长表示 有两名负责厂区安全的人员受伤 但幸好六个核子反应炉没有受到影响 乌克兰外长表示 一旦核电厂爆炸 恐怕会比车诺比核灾严重十倍 俄军对核电厂发动攻击也引爆西方社会抨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呼吁俄国人民站出来 抗议俄军攻击并且夺下乌克兰核电厂 并且要求国际社会对俄国祭出更严厉的制裁 乌克兰政治评论员指控 这是俄军的另类核武攻击 美国退役将领则认为 这座核电厂具有战略价值 将核电厂破坏就能阻碍当地通讯 华语现在加点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